你們看到的好像好完整 其實不來 因為我們記錄都很清楚 那照片不足為證 要到現場看一下 那我現在陳述我個人的意見 本人呢 宅舒絕潛 有冒犯的地方挺多包容 現代的生活大不易 還好是因為有主天留下來的房屋 可以抒絕生活的壓力 相信如果在座的各位委員們 一樣面臨自己的房子要被列為 不管是武器或歷史建物 我相信你們一定是無法接受的 所以請你同理心處之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委員們啊 你們的會看記錄呢 有一些建物呢 很多倒塌的地方呢 都沒有記錄上去 這對我們是不公平的 再來就是說我們 我們跟親友們都會表達的就是說 我們的憲法第十五條規定 人民的生存權 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與保障 卻允許提報者 抱持著 別人的房子就是我們的歷史的想法 就能任意的介入干預 資有財 第二 本建物的屋頂 早因為嚴重的漏水 而蓋了解瓶 那室內呢 都是一些現代的裝潢 部分更是老舊 隨時有坍塌的危險 所以本建物已經缺乏完整性了 根本就沒有成為古期或 歷史貨物的價值 第三 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房子 歷年來我們都手腕繳稅 腳踏實地的生活 如今卻要面臨 資產變國家的統計 請當局跟委員們三思 不要草率地剝奪我們的絕力 所以呢 我們強烈的天絕反對 我們的房子被略為普及 或歷史建物 以上 不會缺貨物少 就等很不適合去看 各位長官 我是切家地主之間切倩長 而切長官對切家之臺愛 很多的基點提出 身為長勤 所有人的我 堅決王隊 將古書變為意識嵌入 或普及 切家指出 時刻的經濟 狀況都很良好 有黃石柱的人 或是奉奉手法的市民 暗石腳交各項稅基金 為了讓後代子村 可以不再臺愛的事有事的事情 加強安生命令 所以計劃用古書這個地 進行改建 讓後代子村 對房子可以激住 若未來政府 將其列為 第一次進入或普及 這些計劃 會當場的報名 切家古書目前內外部 都以破罰的刊 東部西部 也只能作封閉而已 毫無虛無價值 政府實力將做 起不適當會人的光頭嗎 差點 做政策更令 切家古書為 歷史政風古蹟 那麼請政府 以切齊的市價買回 謝謝 謝謝 全部都發表完畢 還有沒有人 要再講 請 我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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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二三十个人 二三十个人 那你们在座各位有没有人住在那里 有啊 我没有住在那里 就是那一个那一个 那一个当时没有 有住在那里 好好好还有人要表现 没有没有 表示住在那里 你住在那里 OK好了解 其实大家也都希望住进去 可是就是因为货座不堪 那有危险性 所以只好人家在外面 好谢谢 那我们委员有没有人要回应 我们的委员尤其有去现场 我们那个小组有去现场 会刊的委员有没有人要回应 没有 有没有要回应 是 是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这种情况更多 非常知道各位的苦衷 好 好 那 好 那 好 好 请我说明一下 大概 从去年的7月 8月 到今年4月 总共大概有去过三次 两次限开 一次的专会 大概 大概 在座的委员 大概上面这些有去过 然后你要更仔细报告 它是应用文字法第20条部分 就是 其实从去年7月到今年的现在的时间 在中间 暂定股积延长过一次 所以这次我们说是第二次的 要提醒各位委员 然后暂定股积在一年以后就是 但是 为什么这次要送天安开这个文字会 主要是一年以后大概做私项 那我们如果不只做成决议 事实上就能拥有任何人的身份 好 谢谢 那我们其他也 其他人 我刚刚详细的听到那个 这个叶子 这个很快 我是觉得好像这期间有一个误解 第一个误解就是说 认为 认入为历见 或者是定为鼓励 好像这个价值就没有了 现在政府这个很重的 根据我过去几十年来的这个经验 好像 事实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像那个民生奚落 有一次叫家查 他本来的理由跟你们一样 他要指定鼓励力见 他们就拒绝了 或者他们主动要指定为鼓励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以改建 那个容积力都加在上面 所以可能要请那个建筑师帮你们算家 我的经验 这几十年来好像不会损失 而且会有家族 因为有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个佛号 对家族呢 那更好 所以对子孙的我是想 看你们怎么利用 有很多控制啊 很多什么要加建 那个容积可以增加 因为从更新的观点来说 你保持这个文化资产 也可以有一个功能 有一个奖励的作用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 这个比较 比较可能是一个误解 那另外呢 有第二点 你们那个有很多古的家具 非常珍畏 你们说看谁要 你们可以免费送 或能够不要随便送 价钱很高 你如果一这样讲出题的话 现在很多收拾这个古物的 马上就跑到你们家里面 储堂里面去偷 所以千万要看得住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 那个要很多过去指定古机 而且历建的过程当中 刚刚宣布 说不定现在也有人敢把 再抽筋马上丢回去 因为它变卖之间 转手的这个价格非常高 所以那个是很值钱的 所以希望不要轻易点 是说你们要免费赠送给文化技能 那更好 不过将来也可以文化技能 也可以收购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想大概不臭 我的经验是不臭 所以你们大概有很多的资讯 可能有误解 那正是提供在两个意见共参考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案子 恐怕马上没有办法解决 我是建议可能要再沟通一下 因为在沟通上有了解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台北市指定武器立件太多了 现在那个比如法是这样 它是主动要求指定立件或者补迹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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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所以大家放旁听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部分想说 有没有成型人要补充说明 或者委员要问所有权人的部分 那我们先进入这个第一阶段 如果没有就要进入第二阶段 好了 谢谢 还有各位的长官 那刚刚有听到教授很金币的讲解 那我们之前真的有找他就是 你讲的那个应该什么什么查 不知道我们大概有个经文 那我们找了这几家部分公司 他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能够回到我们刚刚那个简报吗 他帮我们用简报简单的方式 对不起 能打到我们 对 那麻烦 好 请打到 就是按照我们都发局所列的都市计划 容积移转实施办法第九条 大底下的一些公司 那我们下一页 麻烦下一页 下一页 麻烦先帮我们打下一页 这个不是很清楚 那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可以请都发局的官员们 学者们 我们是按照你们的公式 我们出条出条下去算的 那最后我 我就问他说 他因为我们本来也听不懂 说最后成商45%是什么原因 他说他们现在整个敌化成 敌化就是大道城那边 现在堆出去要市场上要卖的 将近有8亿到10亿 现在有人喊到45%还卖不掉 他说如果说假设我们也要去卖的话 他认为现在45%都不见得卖得掉 所以我们是按照这个去算的 那当然委员可能提到说 会给很多什么融机奖励 这个我们有问过他们 他们就是说这个基本上他们是没有听过 然后再加上之前我们有跟很多建商去谈过 包括建商都画了很多图 那当时我们也请教建商说 不是融机说很便宜 我们可以买来大家分吗 那他们就直接建筑师跟我们讲了 因为我们的深度就是只有在我们 就是我们中间这个你们认定说需要保存的地方 我们的深度最深就在那边 那如果说你这一块保留的话 其他的8块地看起来有700多边 可是根本都不能干 因为深度不足 所以他说因为好像是什么线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基本融机透金用的很勉强 因为我那是比较深度 是很长很浅 所以他就说我们基准融机透金用的很勉强 根本不要考虑什么融机移转 那如果现在你说中间又在保留的话 那整块地干脆这900里 感觉都不用盖了 好以上报告谢谢 我们是讲这个融机率卖融机率 它有市场 市场它有时间性的 过去呢 这个迪化街很热门 那个卖卖 而且非常很容易 那是因为刚好有一阵子的房地产 这个兴建的非常多 尤其比如说像这个心理计划 有的这个市场它就有时候 它就是像最近都没有解析 不解析 那另外一种是自己代建的 自己消化融机 比如说上一个案子我们讨论了 每头成家宗旨 他也是认态 认态你们知道也是非常好 认态 认态你们知道也是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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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建设公司 他们起先也是地主 业主 有认态做反对 后来这个是他们规划以后 现在有嚣张程度 给他们接受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对祖先有交代 永久的保持 同时我们又对后代 对现在有交代 又有拜见 新见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有很多是技术上的问题 可以再研究 我建议说今天就 可能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再了解以后 才做解决 我建议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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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是 是 因为我 被 牙齿松露 可持不清 所以我刚才 有委员请 我开判 在我们八年 那我现在 有点欺负的 说 刚才那位专家 去看看 最近科批 市长科批 说什么 容积率 几个 是几趴 十趴 十趴 去看清正的新闻报告 好不好 请这位专家 去看看 我说 看来说话 我很欺负地说 为什么你们不知道 新闻 科批的主张科 这有我非常欺负的 专家冒际了解 容积率的遗传 现在容积率遗传 科批都十八十八 有没有 这位主 我有欺负的 因为你不能凝固 个人的想法 对不起 我这种专家的医生 你进讨论不要用延迟部分做攻击 谢谢 我没有被任何人攻击 或是凝固的 欺负的发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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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好 来来来 那我们 这个案子 如果你们都发言完了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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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刚才那个委员的一些解释 可是刚才言谈中 这个就是因为景气的风 一定有他风险在 就像之前怎么理化 接着的话 现在不好 那我是觉得说 我们就是不要冒这种风险 而且啊 这个地 我们有自主的决定 我们怎么处理的 我们的自主权 财产的自主权 那我也发现说 其实现在有一些 那个工友的 有一些骨鸡啊 那个都还没有完成他的使命 那直接请接着 尽量去琢磨这一块 因为工友的还挺多的骨木骨鸡啊 需要保护下来 不要把我们的这一点点那个 人民的一个财产要把它拿出来 去挖干嘛的 我觉得我们不能接受 好 谢谢 谢谢 那如果都没有再发言 那我们委员也没有什么要请教的 那么我们就请所有权人的 所有的代表到那个唐厅室去 这是我们的程序 谢谢 那因为委员要讨论 你们都听得到 你们的意见我们都了解 谢谢 谢谢 这一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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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如何能够在一个最平和的方式之下去创造霜 那我想刚刚他们地方的民众那些居民 也有表达一个他们充分的意见 那据我现在初步的了解他们是希望 可以他们觉得整个房屋的解脱已经很老旧了 然后历经整个几次的风灾 还有进阵这个房屋的老人 他们是希望可以不要被列为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个方向 那我想就是也希望各位能够不让你们去实地去创造霜 那去那个地方 第三个 去三次了 去三次了 那大家说为什么会把他的第一个柱子这样的一个 无法资产的一个方向 我想要先有没有人可以先告诉我一下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点错了 然后我也是临时照片讯息再赶快 刚从议会刚刚匆忙赶过来 那柯市长刚报告完 然后你还没发现 你刚刚刚赶过来 可以先让我聊这些什么吧 跟大家报告 大概这边是主要做肚子更新以后 就有人举报说希望跨局这个列册的部分可以进行 那从距离列册开始 大概进行了三次 也就是他用占定古籍第20条去做评论 那大概也延期了一次 那从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6月底 大概占定古籍的整个程序都会走完 那走完以后 没有任何的身份的话 原则上就是纪律 那如果有身份要在这一年之内来决定 所以今天才会送到整个大会来 所以说只是一个人来呈情这样子 对 依据文字法 那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的动作 那你跟各位做报告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这样申请的动作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那居住在这边的民众 他们的权益的保障又在哪里 那我们刚刚也有大概曾经 家族的人曾经问到这个问题 那跟医院报告 那大概文字法上面 好像古籍都不再有办法 都有做相关的讨论 那包括现在又容易移转 或是其他的征收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不是今天在20条里面讨论 但是原则上 那国家保障所有权人财产这个部分 文字法面也有做论述 那现在比较争议的就是刚刚 所有权人觉得如果用历史建筑的移转的部分 他们损失很大 那也是我们要其实要讨论到这个部分 那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 当然法律制度有它的层级 但是法律也不外乎人情 有时候就是说 这些有一些长辈他们坐在这边 对自己的一个所在地这些 会有一份很深的情感 就像我们去国外留学的时候 通到来自故乡的台湾的朋友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特别的亲切 为什么 这是一份很深 你对这个土地的一个情感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就是他们老人家 有一些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有时候当家有时候年纪很大 会比较比较就是对这件事情 会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但你考虑有些年轻人 考虑他损失的问题 那老一辈你就觉得说 我从出生都躲在这个地方 我去接受到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部分我希望可以替他们考量进去 能够多一点充分的沟通 然后让他们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下 你再来做一些你们想要做的一些 但我觉得文化资产 大家想要去保留的一个心意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如何能够创造上 我希望各位委员能够多多听听 他们刚刚表达的心声 然后去创造对于 也许大家觉得这个历史节目 到底有了保存的一个意义跟价值 大概多一点的沟通 那如果说能做捷信之后 是不是能够也再能够跟他们 多一点的双向的沟通 可能会比较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我们的收集 好好好 谢谢委员 我想当然我们都知道 全家族的一些心声 我们也了解 但是我想我们这边做的是文化资产会 我们文化资产委员的主要的任务 是针对台北市的过去的历史 过去的一些艺术 或者有科学价值的这些 我们要做一些保存 所以我们委员的立场 我们主要是站在它有没有文化资产的价值 那为什么缺家会有文化资产的价值 我想台北市的发展 它是整个我们要的考量 在市里有的庞价 在北区有的成价 或者是过去像入港来的乌团 这个说说我们讲的都是一个大家族 缺家在当时在南港区是首屈一指 那我们看不管是你的班家 或者是城家 或者是这个很多的家族 包括市里的 包括外国的 他们本身的家族都有历史的 那我们认为缺家对南港区的开放非常非常非常 包括南港区 包括南港区 他转型回宫延续 专造职业的历史 这都是有过去的 所以我们是就着历史观点来判断 还有原有文化和价值 那至于这些专造团组 或者木造团组一定有缺少 一定会露出 产产很多古今界外的价值 那我们可以做实断团组 再其次 当然古今被辞职 或者历史研夫被登录 那所有人一定会有损失 所以我们为什么几次开会 我们就还是要保留 保留我们最主要目的 是看看是不是能够 跟市府有更多的沟通管道 所以沟通管道非常多 包括我们也非常希望 像杜化群他们也能参与 因为真正我们有 文化群的部分 只能说我们认定他有文化的价值 但是要怎么来保护 所以要靠杜化群 把大家来商量 那像杜化群的保存 也是因为杜化群它使出很多文化群 像很多的保存 我们有所谓的东西 不只是在置地 在本身的地上去增加 我们像杜化群它也可以像杜化群 甚至于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指导性的 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去抓 甚至于在公家的土地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解释 所以我是觉得 在目前来讲 今天非常低 我们也很难去办 是不是历史建筑的 确定 所以我是建议 是不是能够再给文化群 再有一个更充分的事情 再能够 没有 我知道这个没有指导 因为照文化指导法 我们暂定武器它是六五月 我们密砌也那一次 所以只剩一段时间 那如果很迫切的话 我想对学家来讲不好 那我们讲 在我原来讲的都是历史建筑 也一定要更加多 我想这个可能要讲 但我们现在时间还有多久 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 那是不是能够在最近时间 再跟他们最多值得合同 跟主席跟委员 還有一桌做个报告 那今天文化局立场 今天的委员会议 其实是针对这一个 这个建户跟这个环境 去认定它有没有保存的 文化真正的价值 这个部分 至于刚才其实 所以我觉得比较在意 他们的融基跟他们权益的部分 其实他们所提的那个 等一下可能那个 我们这边有突发局的委员 那可以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他们举那个大稻石的例子 其实也不近来是可以完全耗用 因为我们其实对于文资法 它所有权的保障 除了融基移转 那其实也有在它一中土地上 做融基调整的部分 因为可以看出来这个土地的这个部分 那它的房子的部分 那其实是可以盘整 但如果是它有文化资产价值的话 看到保存的范围是到哪个范围 那其余的范围 其实是还是可以开发的 可以把融基调到这个区位去整体开发 其实他们的开发权益 还是在可以 给他们原来的主错的旁边的原来土地上面 可以获得这个保障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案例 像西方村查行 或这几个案子 其实就在它自己房子是 后来指定为武基 在它旁边就把它这个干有融基 就在这个环境里面把它盖起来 那它原来的主错的环境 其实都也保存了 也做修复了 那刚开始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其实所有权人也是觉得说 房子已经破烂也漏水了 那也是认为说要把它拆了 要把它盖成一个新的房子 但是今天走到现在 对于他们原来主错跟祖先有下来这房子 经过修复之后 恢复一个原来的原貌也不漏水了 那整个房子也好了 那也让这个当地环境知道 之前那个王家在这个大稻城地方 这个查蒙经营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部分 很重要的地位 其实做一个彰显 那反而对于他们现在的这个所有权 现在人的这个权利第一保障的这个双银的状态下 其实是蛮正面的跟正向的 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可以做这方面的讨论 那我们今天就做这个补充说 其实我是很支持刚刚薛委员的一个建议 因为我觉得整个的配套是很重要的 那配套做得好 一定要跨局处的来做共同 所有文化局这边还有都发局 因为它是对于这一块的掌握的一个局处 要给多少容积 合不合理 合不合法 那你必须一定要跨一个跨局处的平台 这样才能够把民怨降到最低 把你想要保存的文化价值 历史坚物能够保存 然后又等于能够维护民众的权利去创造双银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不能说 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这样已经来不及了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会给民众觉得说 政府都没有在这种民众的立场 没有将心比心的来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到时候如果说他们再去诉诸媒体 反而我觉得对政府会是一种伤害 倒不如我们都花一点时间 创造创影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 把都发局这边再加开一次会 然后让他民众有个练习 好好来保障民众的权益 那又能够维护一个文化资产的 一个历史监护的价值 我觉得这才不枉费一个政府 一个开放的态度 爱护民众的态度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一个看法有什么见解 谢谢 我们之前有没有跟他们沟通过 沟通过很多次了 是不是 现在那个 分委员这部分要分的部分 其实大家也谈说 其实今天委员会 还是站在文化资产的价值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文化资产价值 当然说在文资法制前面一个部分的保障 另外要透过独自进化资手段去帮他 这个才会进入企业商的谈论 心情 都发局 对 心情 都发局来跟我们讲说 这个案子能够如何来犯对他们是最有利 然后刚刚议员扯奖的对大家都是双眼 都发局我可以讲一下 都发局先就这个基基的基本状况 现在我们要解一下 他是在研究院路的这个部分 那他后面的那个绿色的部分是保护区 所以他后面这边其实是密密麻麻的能高线 他是刚好就是可能是过去建筑的这个部分 已经存在了 所以才会把这一个区块放回第三个图来去 那我们看到这个研究院路异端的部分 他应该是27公尺 27公尺的话 如果我们 因为我没有先那个事先不清楚这个状况 如果我们研究院如果有机公尺来看的话 这个基地大概最深的地方大概是40公尺左右 不是40公尺左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曾经的第一个讲到说 他比较能够被建筑附地比较深的地方 就是一个历史建筑做过的地方 那下面的这个部分就比较狭长 所以相对他的建筑在配置上会有点困难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因为后面是寡物区是山坡地 所以未来在这个山坡地的部分 在建筑配置的时候也必须要留防災的缓充空间 然后所以为什么先前发案局在专案小组的时候 会评估就是说 这个地方大概刚提到这个深度的限制的原因 就是未来在建筑开发的时候 还会有基地的建物高度比率 以及后院深度比这样子的一个检讨 所以大概可以用完他的法定容金 第三种座埃克的225%就不错了 能够再有其他的奖励的容积 或者是增加容积再建造这个基地 可能也不是这么的适当 因为后面是山坡地 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有关基地状况的一个报告 那第二个是有关这个 刚刚曾经的诱算那个容积移转的部分 这个部分大概要跟委员说明一下 因为古基跟地界它在容移适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古基的困体落落的那个已被指面道也可以全部把它全数移出 可是逆件不行 那它在这边呢 如果它具有逆件的身份证600多多多大公尺的 它再算法定容积率 它就必须先把这边扣掉 或者说就没有用的部分去做移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曾经的会觉得说 它如果未来 未来它在容积移出的时候 它不是准备的容积都可以 它必须先送掉被指定唯利建的部分 不过当然因为被指定唯利建的努力跟建物还是它的 只是它还是必须要再花钱来做修改跟唯利 这个也是就是文资的这个管理权的人 或是所有权的人的一个依照法律 就是不一定它所需要做的这个部分 那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 方案子我这边也补充一下 就是有关容积移砖的部分 为什么刚刚后面一位神经人会很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现在容易很多财政的问题 或者是方案群收到限制的问题 大家都期待用容积来进去 所以现在容积要移出的基地有公共设施的保留地 公共设施的保留地大概有8、900公斤 还包含这些骨积利建 大道成瓶化结或者是骨积的部分 像已经有移的像清真寺或积營鸟 然后水利法在103例又修法 又说水利地也可以容积移出 所以在这么多容积可以移出的这个种类 跟状况之下难免会造成排挤 如果你是建商 你应该也会找便宜的买吧 大概会是有这种状况 所以基本上其实对于大道成的这些 地界或骨界的独立所有权 他们其实已经有一种恐慌的心理 那公共设施保留地的部分 因为那又是累积几十年庞大的在地的问题 所以现在为什么市政府会希望透过容积带金来做处理 不过瑞斯的部分 公共设施保留地的独立所有权 也是有很大的难看 所以这个部分还在多一点 以商店做的这种恐慌 那个参加委员还有那个相关的单位报告 大概前面几次协调的结果 其实看成情书上 大概成情的其实对古籍或历史建筑都是不同意的 都是不同意的 那各位可以今天也有成情书相关资料在读源的桌上 那我们协调到最后其实 古籍当然它的 先不管刚刚杜巴迪讲的 现在比较难买卖的问题 就算古籍可以全部移住 大概成情人也不太愿意 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至于利剑当然它损失的部分会比较高 那回到其实文字法的十七十八条或者二十条 还是要请委员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限制下 决定它是不是有价值 但可能整个文字法的适用上面 其实包括我们当然觉得现在的传统建筑要引出当然有很大的问题 可是在于文化局的立场 今天可能该协调的部分 但如果曾经人现在还有医院当作武器 我们也可以接受尽量来协调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古籍获得利剑这两个 如果指定为古籍 是不是比登陆为历史建筑更有利 这个部分发案题大家没有办法来回答 发案题只能够就 因为都市计划的容积一转实是办法 跟古籍土地的容积一转实是办法 都是中央土地的法规 但它确实是在容积一转上有差距的代表 那是不是有利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建立建筑 那我发表刚刚还有到一个补充 就是说都市计划下 或是都市计划下 或是都市办法能够协助的是 过去曾经有案例 像青森寺的后市房 因为青森寺是古籍 所以我们曾经为了要文字青森寺的古籍 我们就针对它后方的基地 就希望它不要盖通告 所以通过建筑率的放宽 也是一种在这些计划协助的一种方式 对 建筑率的放宽 对 跟委员说明 他建筑率放宽就是说 他原来这个房子可能只能盖 百分之六四十四十五的房子 对 因为如果是骨骑 这个就是别说他这边 为了再盖一些房子可能佔了四十五 可能再到外面五十或六十 然后新建的房子可以在一些空间 可以盖起来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 现在各位委员 可能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一本新的图画资产保读法 第七列的二十条 第七列有一个二十条 第二十条 第一项 进入第十七条 是第十九条 所征的审议程序者 为暂定不及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案子 第二项 未进入前向审议程序前 遇有紧急情况时 主管机关得禁令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 第三项 第三项 暂定骨骑于审议期间内 适同骨骑 应于管理维护 其审议期间以六个月为限 必要时可以延长一次 主管机关应于期限内完成审议 期满施期暂定骨骑的效力 第四项 建造已经列为暂定骨骑 以至权利人的财产受損失者 主管机关应给予合理補偿 及其当经为以协议定制 第五项 第二项 暂定骨骑的条件跟意见行程序的办法 以中央主管人的定制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案子 有第三项的问题 到六月的时候就有一年了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那因为文化资产保存法 从公布施行到今天 从民国71年到今天 106年 那也是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当中 这个文化资产如果被指定为古今 或公告为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 对于他们来讲 国家所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要补偿他们 那至于国家为什么要定一个 文化资产保存法 来可能剥夺限制所有权人的权益 这个是世界各国都要做的 因为文化资产的保存 是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的 公益的考量 那公益跟私益来比较的时候 损失的看看 就是要来 国家要来制定法律 就会考量说 到底是公益比较要紧还是私益 所以对所有权人来讲说 你是校长把他制定牌 他说周千老大来 宅不可以利用 我为什么就要损失 ini 就是在北楂的握住 中国需要您给争害 yani 主任 क这eto 比如说 Bianco 民导 彰